虽然已经局部撤退降低风险,可视见财化水的感觉,依然比从未赢过更差,尤其是自己的处境,事急需一场重大胜仗去冲起。 12月扣价格波幅大,一旦升势受了,就可以相差甚远,其实冒险博大牌合情合理,近期市虚,戏剧性转方向较为容易,重点应该是问自己,再来一次是否策略依然一样,如果答事,就没有什么好后悔。 后见知名是相当危险,一旦墮入完美主义的陷阱,心情固然容易低落,而且流放亦会被扭曲,长此下去,只会一味抢鸡狐,眼见很多古灵不浅的炒友,只得一朝督英战法,每逢大跌就搏短线反弹,形形役役追逐迎头小利,却从来未试过买中一个大浪,因小失大而不自知,就是学坏手势的结果。 话虽如此,连美交投势,遇上消息主导的市况,市场集体心态也会是倾向抢户,于是忽上忽落的情况会较多,对应策略应该是将组合分成两半,一半跟大队走短线,速战速决,另一半则原用正常运作,做排博超级回报,一味太过在意短期波动,根本没有给予足够时间让上市公司去发挥,主要只是追逐市场心理变化带来的 波动,幅度多数有限,加上鸡湖心态作碎,对手又高手如云,所以极难赢大钱,反而做得好的公司,往往长期不断带来惊喜,股价就会逐步反映,巴菲特之所以成为巨富,选股功力及耐性缺一不可,作为凡夫逐指,策略会有所局限,一定要兼顾短期的表现, 所以才要将组合策分,希望两部分能够互相补足,这种妥协其实未尝不好,辛苦得来不宜大赢,却会减少大败的机会 感谢观看